另外一位世大玉受到关注的选手 这是网球的金牌选手庄级生 他人气瞬间暴涨 因为不只他球技非常厉害 还包含了他的台语很有特色 时不时中间夹杂一点英文 让网友说现在他看起来 好像一个明星 下午他也现身在网球 也现身在这个运动用品店当中 展现清明的形象 人以为比赛完就没事 没想到才是痛苦的开始 金牌好手庄级生现身 非常不是尖照生 不是欢呼生 统统都是笑生 因为只要他一开口 选手架势全消失 变得超清明 在美国出生的庄级生台位十足 就连单转美女卓平 也统统都用台语来提报 这一旁的主持人也都被感染了 这一旁的主持人也都被感染了 勉勉强强做完一段访问 真是松了一口气 但一整段听下来 整个台语口音再夹杂一些英文 是不是有点像谁 靠头脑也靠你靠什么的 然后又靠听闻 不只是网友笑称 这语调跟艺人 麻吉大哥一模一样 就连庄级生本人也这么认为 在这一次的世大运夺得网球难 但冠军的好成绩 也瞬间让他元气爆红 他也说接下来的一个月 这不是出国比赛就是代言 出场了放红滋味 记得我们周一天 特别报道